投资朋友圈助理的投资决定 今天早上直播间是有周五周先生做客了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嘉宾建股环节 那么今天周五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一支股份是388港交所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您 看一下您对这支股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呢 因为港交所它本来原来的1.0时代 它就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位置 拿到了一个垄断的位置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它新提出的一个叫 立足中国连接世界 然后拥抱科技 你会发现它整个战略变了 港交所它也看到未来的机会在中国的资本开放 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 这样的话这个地方会很大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内陆的实行 是大陆法嘛 那么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的 普通法 都普通法 这样的话 直接的这点是资本市场发达的 一般都是在普通法的这些国家 因为它保护很多产权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中国应该是从14年开始 就开始实现了跟港交所互联互通 这个也验证了 这个路可以走得通的 就等于是可以成为外国资本 跟中国资本互联互通的一个桥梁 你这样的话 在中国在不人民币自由开放的前提下 一样可以实现资本开放 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实现人民币计划的资产 全球流通 其实这个平台 仅有是香港可以实现 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实现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 其实有个阴谋论的 有一个观点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中美贸易战有两条线 一条线是科技战打华为 另外一条就是金融战 金融战只要堵住游民币出海 堵住游民币 这个计价的产品 堵住在香港 这样的话它就出不去了 那么等于是它实现了 它金融战的最关键的一步 但这样的话 其实有人说 港交所要收购 轮交所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 你没必要把它收购成功 这个意愿进行的太多 我只要香港跟英国谈 就会让美国这些金融战的 精力的战线给拉长了 其实你会谈上去的同时 中国最近不断地公布 这些各大城市的 这些开放的力度 其实越来越大 接下来 人民币的国际化 已经第一步第二步已经走了 第一个就是 让海外投资者通过互联互通 进去买债 通过买股票 接下来 第二步就是让海外的金融机构 在国内全资 省力机构 这样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两地的这些机构 跟路已经打通了 未来就看金融产品了 就看什么时候 港交所会大规模的发生 人民币激价的 股票要 ETF要 股票对冲的这些衍生工具 都好 会有人民币的这种产品都好 另外一个就是 什么时候把人民币的这些 对冲的这些人工具 在香港形成 然后在国内投资 在香港来做对冲 其实这个你会发现 未来的成交量 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爆发 OK 因为目前来说跌到 虽然说现在 我们只是一个憧憬阶段 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 中国已经跟全球资本 做了第一步第二步 第三步就看港交所的表现了 那么这样的话 目前跌到了一个 比较合理的位置 因为我们港交所的错算 一般来说 是27倍的PE到45倍PE 它现在已经跌破30倍的PE了 而且它的派息率 已经是2.9 2.98左右 其实相对而言 已经是个 历史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 OK 未来可能还会跌 因为市场不好 可能我们就定价为一个 210的一个买入价 因为长期来看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回到 280甚至300块钱的 OK 那所以在这个港交所 我们抓紧时间 看一下您的一个部署策略 包括您的买入价 目标价 止损价 给到这个观众朋友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你会发现 你可以拿长线的话 可以在200亿附近 其实可以越来越买 越来越买的 所以说下面会有个 值损价 这个就可能是在市场出现 剧烈波动的一些 不好因素出现 第一个就可能香港的 这些资本开放 可能要延迟 另外一个香港的政治环境 可能出现一个剧烈的变化 可能也会导致整个港交所 作为人民币出口的一个 短时间内的一个堵塞 但是就是说可能跌到很多位置 可是长期来看 其实是可以越来越买的标的 所以您的这个买入价 会摆在210的一个位置 210的位置 然后止损价就是跌到1900左右 1900到200会是一个止损位置 目标价会看到 目标价应该会回到280以上吧 这是一个中期目标吗 中期目标 大家可以看3到5个月 3到6个月 应该是半年到1年左右吧 因为整个时间可能会要拉惨 因为你不知道香港这个事情 什么时候结束